今天讲遗憾书定理 试试之前先介绍一些notation 就是它这个矩阵 它表达方式就比如说 对吧 A是RN的元素 它意识到RN的话呢 它就有N个Component Function 它有N个Component Function 然后呢它总共有M个变量 你就把它的导数 表达成这个matrix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意思 好 那这个FIKJ1J1L 就是一个K by L的matrix 然后呢 其中第 第I1 一直到第IK 然后在其中的 第J1 它们其中采到的所有元素 这个形成的一个矩阵 就是这一个 好 好 那么这个介绍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讲这个隐含数定理 隐含数定理 就是说在 这个 就比如说这个FXY FXY呢 等于比如说什么 X方加上Y sine E XY 像这种乱七八糟的函数 它是Implicit Function 你不能发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一般 like in first year calculus 你们都会说 take Y as a function of X and solve for the derivative of Y with respect to X 对吧 但是呢 当你把Y看成Function of F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说是把Y看成一个显性的函数 那么我们能 我们怎么样才能转换 就是怎么把Y从一个隐含数 转换成一个显性的函数呢 当它的这个 当你这个某一个偏导 当你 这一个偏导 满足某些性质的时候 你这个Y就可以写成X 在某一个领域内 在某一个 就在局部呢 你可以把Y表达成X的一个函数 OK 再也不擦了 OK 那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公式 有一个formula 它说是什么呢 比如说 你A是K加N 然后F是从A到RN的 你像F写成Fxy的形式 so X是RK的 Y是RN的 所以它的整个是RK加N 这没问题 那么 DF它就是这个形式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假设 suppose 我们假设存在一个函数 使得这个 Y可以表现这个GX 对吧 假设 你有一个形式表达函数 那么 GX的公式就算出就是这样子 OK 那我们直接先正吧 这个是9.1 9.1 9.1 我没有写idea 因为它直接正就行了 其中一个就是把 让我们 defineHX等于什么 令HX等于XGX 那HX等于这个 那我们 defineHX等于F of H of X 其实就等于F的XGX 好 那我们算H的导数 那我们算H的导数 H的导数等于什么呢 用一下链式法则 对吧 对于F在HX的导数 乘上DHX 好 那么DF在HX导数是什么呢 直接带就行了 对X这个变量的所有矩阵 HX 然后另一半呢 是这样子的 这个矩阵 与哪个矩阵相乘呢 这个矩阵 与HX的导数 HX是什么导数啊 你看HX其实可以写成什么 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你可以把这个HX 写成 对吧 H1 H2 H1 H2 其中呢 等于X GX 对吧 好 那么 HX的导数其实就是 D of H of X 我们 回忆一下导数的计算这个公式 这个导数 其实就是上面的这个 其实上面就是什么 identity matrix 下面就是G的导数 对吧 对吧 K D G X 对吧 你只要把HX分成两部分 两个component function 一个component是identity map 另一个component它就等于G 好 那么 我们已经假设是什么 你看我们的假设 对吧 我们假设这个等于0对于所有的X和B里面 对吧 我们假设它等于0 那我们就HX 那HX等于0吗 就是N 用呢 最后 这是 什么 D of constant function 就是 D of fand D of 也就是说,你把这个,这个就是矩阵相乘, 矩阵相乘算出来,它等于什么? 这个矩阵算一下就得出来,它是 这一般部分和它所有相乘算出来的就是 举认每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哦呀,算出来这个就 等于 这个 对,你直接算,它就得出来这个,然后你再 把这个 G给isolate 就是说如果这个 这个 DFDY它是有逆矩阵的话 如果它有逆矩阵,就是说如果 如果它是非习矩阵 我们就有什么呀? DGX 你可以直接算它的 derivative You can just compute directly by multiplying the inverse matrix of DGX 等于什么? FORDA 对 它就等于 嗯 把它移到这边 Neg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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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乘,就是 你把Negative F 这个 移到这边 对吧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矩阵 再乘上 DFDY FHX 它的 逆矩阵 然后 你把符号可以提到前面来 所以它这个formula就已经 proven 对吧 OK OK 已经有了这个formula了 OK 在我们有了formula之后呢 我们需要证明点就是 影韩数定理 影韩数定理就是当它的矩阵满足什么样的形式 影韩数定理就是说 当只要它的这个 只要 你这个DFDY NON SINGULAR 看 只要这个DFDY是 DETERMINED NOT EASER 其实就是它NON SINGULAR的意思 那么你就有一个 A的一个领域 和一个唯一的联系函数 使得什么 这个Y 这个Y 可以表示成 X的函数 好 那我们再完整地看一下这个 Implicit Function Theorem 是什么意思 A是这个K加N里的元素 然后F呢 从A到2N 这么写一下吧 对半写一下 好 Implicit Function Theorem Implicit Function Theorem Implicit Function Theorem 是什么意思 这个还是给我写一下 因为 后面会很多symbol 然后不容易记 F呢 它是什么呀 A 到 RN 也就是说F呢 X Y X是RK Y是RN 对吧 F 那假如假设 假设 Suppose AB 属于A 使得什么呀 F AB 等于零 同时呢 我们又有 在这个点 它这个 这一部分矩阵的 行业也是零 ok 如果这个的话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 我们就有什么 定理就是说 exist neighborhood b a rk rk 和一个 unique continuous g g 也是从b 就是从b到rn 为什么是rk到rn g 就是从rk到rn 为什么呀 对吧 y可以写成gx gx是rk 映射到y rn 对吧 rn 好 such that such that 我们存在这样的一个领域和这样一个连续函数 使得它有什么性质呢 其中 然后它有ga b 还有fx gx 等于0 forrvx b 然后呢 g呢它还是一个cr 如果f是cr 如果f是cr f是cr 忘记加了 这也忘记加了 好 这就是它的整个statement 那么它的证明呢 比较复杂 用到了很多之前用到的结论 还有tope学历用到的结论 那么现在我先在这里把这个引力给丢进来 这个引力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f它有从tope空间x到y的tope空间的一个映射 那么它连续呢 当下仅当对于任意的xx里面呢 和对于任意的fx的领域v 存在一个领域u x的领域u 使得它的像极是包含于v 好 那么证明呢 我们先证这一边 这边就是说 假如它是连续的对吧 那么对于v 等于fx 当v等于fx的领域 那么根据连续系的定义呢 f 在v的逆向 就是开极 同时呢 x属于fvv 对吧 因为v包含了fx 那fx就是fvv的元素 好 同时呢 我们有这个不能使 这个不是这个不能 这个关系 这个关系是什么呢 这个fvv就是什么 就是neighborhood of x 因为它是开的嘛 它要包含x 所以说 对于这个neighborhood of x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有f of这个neighborhood 是包含于v的 其实就是这个u 这个u就是f-1x 那就是存在一个x 在f-1v 10的fx等于y 但是呢 因为x属于f-1v的 所以fx等于y y又是属于v 所以 对于y属于它 y属于v 所以它是v的子几 我们只要这个关系 我们只要这个关系即可 好 那么 这个方向怎么站 我们看 假如我们有这个 我们怎么推出了f是个连续函数呢 先让v是vy的开极 那么我们想要证明说 f-1v是x的开极 对吧 好 那么对于任意x在f-1v呢 fx属于v ok 那根据我们的假设 那就存在一个领域 使得什么呢 这个 对吧 这个属于v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 ux属于f-1v的相 逆向 原相机 对吧 ok 有了这个呢之后呢 我们又知道 所有x属于这里面 它所对应的ux呢 它都有个对应的ux 对吧 那我们把所有的ux 把我们所有的ux 都给它并起来 并起来之后呢 它就等于这个元素 对吧 因为呢 你每一个ux 它是f-1v的字几 你选取每一个f-1v 对吧 那它就是 等于f-1v的 好吧 这是集合论的东西 我就不再赘述了 那么呢 它是一个union open sets 也就是说它是开机 那我们已经整完我们小东西 好 这个引力 先整完了 说的是什么呢 连续函数的话 就是对于任意的 存在一个领域式的这个 ok 这个在我们这个引函数定理的末尾呢 会用的 我现在在这讲的 好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进行这个我们的证明 好 好 开全屏吧 好 我们来正式证明这个定理 我们idea呢 这个定理太复杂了 就是它idea其实是用到了很多之前都证明过的东西 我就一步一步证嘛 那么第一步呢 是构造一个函数 它是 k加n 印识到 k加n 同时我们有什么 有这个 f x y 等于什么呢 x f x y 看哈 注意看 这个是rk的 这个是rn的 这个是rk的 这个是rk的 这一坨 对吧 是rn的 为什么它是rn的 因为f f f 对吧 它印识到rn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算一下f的倒数 df等于什么 df kd df 它等于 这个fx y 你看他是一個 等於這個IK 經過計算 他是等於這個矩診 然後呢 他既然等於這個矩診 然後呢因為有F我們假設他是CR的 F是CR的話呢 他這裡的每一個entry都是連續的 長暗數連續 這個itinity他也是1 1 1然後其他都是0 他也是連續的 他同時他們是C無窮的 對吧 這個我們就能推出來F是C無窮的 好 CRCRC 抱歉抱歉 C無窮 好 然後呢現在我們來算 我們來算他的行列是 我們要用到這個定義 是 不不不 不不不 在上面對這一個 這個 Determine of A 等於這個B B是什麼 B是他的entry 當前這個entry Determine A 等於B的當前這個entry 乘上他刪掉第一 I行這列的這個entry 那我們 我們 這麼刪 我們從這頂上 開始刪 這個是1 對吧 我們刪 然後呢 他是第一行第一列 所以是1的 負1的平方 1乘負1的平方 對吧 刪完之後呢 他又等於 他又等於刪第二個 第二個他也是1乘上負1的2加2 對吧 那你把這個I的全部都刪掉之後呢 只留下了一個這個 對不對 他又等於 不等於0 也就是說 他的行列是 不等於0 他也是從這兒 印刷到這兒的 那麼還記得我們的反函數定理嗎 我們反函數定理說的是什麼 這個我回到 反函數定理 我沒寫 那沒事 反函數定理就是說 如果他是CR 他是CR 同時呢 他的行列是不等於0的話 那麼 你就 對吧 我們直接用 存在一個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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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反函數定理 就是我們存在一個 就是我們存在一個 這個 Neighborhood of AB 是得什麼呀 所以我們有 首先 第一個 它是 Open 它是 Open N 它是哪里的開 它是RK的開機 對吧 它是 N的開機 好 第一個 我們有 F U乘V到某一個W W W是Open NRK Button 它是K加N尾的開機 色下什麼呢 F是一個雙射 同時 同時呢 A0又屬於W F A0屬於W 第二個呢 它的Inverse Inverse G呢 它從W 回到U乘V 它是什麼呢 它是CR的 對吧 因為 因為F是CR 因為F是CR F是CR 好 有了這兩個之後呢 我們注意到 我們注意到 F的X Y呢 它 直接帶進去 它等於F F 這個 對吧 那麼這樣子的話呢 也就是說 G的 X F X Y 就等於X Y 對吧 好 好 那我們可以 把G寫成什麼樣的形式呢 G X Z 等於X H X Z 對吧 因為F XY 它是RN的元素 對吧 所以我們還是要記一下 RK RN RK 這個就應該是RN的 那這裡面又是K加N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這麼 對吧 我們就可以知道這個 其中這個 H呢 從R的K加N 從R的K加N 印射到RN的一個函數 它是W嘛 定義在W上就行了 定義在W上 然後呢我們知道這個 H H 是CR的 因為G 是CR的 對吧 OK 然後呢 我們呢 讓B呢 乘一個 讓B是屬於一個 連通的 的 connected neighborhood of containing A 在RK裡面 使得 使得什麼呢 使得這個 B 乘上這個 0 是W的子記 這個B呢 它是RK的 這個0呢 它是RN的0向量 好 為什麼這個B 你可以把它選成一個連通的領域呢 你看 因爲什麼呢 我在這裡稍微快速地過一遍 因爲什麼呢 A是不是屬於 A屬於A是吧 之前應該 不對 A是屬於某一個開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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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爲AB 是屬於一個開擊 那 而K N Dimension的開擊 可以表達成一個 K尾的開擊 和一個N尾的開擊的迪卡爾基 對吧 這是沒問題的 A是上 A是一個開擊 然後呢 A是open A and some open set open set呢 它又是這個什麼 union of basis element 那每一個 那就有一個basis element contain A 對吧 open set open set union of basis union of basis union of squares 我們考慮的是這個 squares 不管是squares或者是circle 都無所謂 對吧 但是呢 因為squares circles 它們都是 連通的 我們就選square吧 square的連通性更好正 它是連通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 你一個開序間 它是connected 同時呢 finite finite connected 也是connected 對吧 那你一個square 就是connected 所以說你可以選擇一個 連通的領域 OK 那麼 我們現在就有呢 當 如果 x 是continium b的話 那就有什麼呀 x0 對吧 它是屬於 w的 那麼gx0 它等於x hx0 對吧 那麼又知道x0 等於什麼 fx hx0 對吧 你再算一下 它是等於x 什麼呀 fx x x hx0 對吧 好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我們看 這個和這個對應 這個和這個對應 也就是說什麼呀 0 對於fx hx0 對吧 好 我們現在定義呢 我們現在就說定義 將g 定義為hx0 然後呢 我們看g有什麼樣的性質 我們看g有什麼樣的性質 看 如果px x 對於x0 它是cr的 這個函數是cr的 gx等於hfp x 對吧 那它也是cr的嗎 因為h是cr的 s s寫錯了 s寫錯了 也是個cr 因為這個 對吧 所以gx是cr的 那麼g就是連續的 對吧 所以g是連續的 我們一開始想要的什麼呀 我們想要一個連續的g 我們想要一個連續的g 這個g就是我們所想要的g 好 那麼我們有什麼呀 fx x gx 等於0 對於人贏的x屬於b 對吧 對吧 因為我們對x屬於b的話呢 這個等於0 其實是xgx等於0 好 好 那麼 我們又說什麼呢 fab 等於什麼 a0 那我們就有gA0 等於ab 那也就是說什麼呢 ab等於 a ha0 等於 ha0 等於b 這兩個相等 ha0 又等於gA sum 有gA等於b 我們這個也有了 對吧 好 好 所以我們就已經證完了存在性 我們要證明唯一性 好 那麼存在性的證明我再快速過一遍 我們想要的是什麼呀 存在一個a的領域 是個 是個 即使連續的 並且gA等於b 並且這個都等於0 那麼 它也是cr的 對吧 這沒問題 我們 定義了gx等於這個 那麼 對於x等於b fxgx等於0 沒問題 gA等於b 沒問題 它也連續 沒問題 好 我們現在要證明它的唯一性 唯一性 怎麼整 我們假設呢 我們假設存在一個 g0 has same property as g does 對 我們假設 我們存在一個g0 和g 擁有一模一樣的所有性質 我們想要證明什麼呢 g0 它和g是一樣的影射 這是證明它的唯一性 因為它有這個g的所有的性質的話 那麼 g0 a 等於 g a 等於b 對吧 所以說 g0和g agree on a agree on a 好 好 已經就是說我們 我們 幫我們把b 寫成一個什麼樣的集合 寫成一個 寫成兩個這個 x是個什麼呢 gx x-g0x 等於0 以及什麼呢 不等於0的 對吧 它 與 它 g 不等於g0x 就是把它所有等於不等於的分成一個 然後呢把這個集合 叫做p 這個集合叫做q 然後呢因為g0和g它在a是有相同的曲折 那也就是說我們有p不等於開集 並且呢p交q 並且呢p交q 它是 空集 p不等於空集 並且p交q也是個空集 那我們又知道b是連通的 根據拓鋪學的知識 連通集 連通集 然後呢p交q又是空集 p不能是空集 我們覺得得要 首先我們保證它們都是開集 先保證它們是開集 我們先證它們是開集 對對對 我們先證p是開集 p是開集 假設說 suppose g0 g 它的a 是agree on a 它的a上曲折是在a0 在某個點a0曲折一樣的話 g0和g在a0曲折一樣的話 因為g 把這個a0 映射到v裡 但是v呢 它是不是開集啊 對吧 好 現在 我們有什麼樣 因為g0 continuous 我們根據這個引力 就這個g0 g0 a0啊 v是g0 a0的這個neighborhood 對吧 那麼也說存在一個b0 neighborhood of a0 是的 我們有什麼呀 g0 of b0 它是v的自己 v的自己 這是我們的英語 就是這個意思 好 這樣子的話呢 又因為我們有什麼呀 f x g0x x g0x 等於0 對吧 我們有這個 xg0x 所以 它都等於0 它都等於0 因為我們 它是這個b的子機嘛 對吧 那麼 這一步 就能得出來 x x g0x 等於 x0 對吧 所以 x g0x 回到g g又回到h 好 對吧 這是什麼意思呢 假設它在A0 Agree 那麼 存在一個 淋浴 of a0 使得所有的這個 淋浴內 都有它Agree 也就是說p是開的 p是開的 你看p的集合 你在思考下它的意思 因爲什麼呢 因爲它在某個點A 對吧 為什麼呢 我再寫一下吧 還是 for a0 屬於p we have b0f a such that b0 它屬於p的字機呀 它是不是p的字機呀 對呀 你每一個x在b0都有這一個 也是對於每一個x在b0裡面呢 x是p的 它的元素就是當這兩個一樣 好p是開機 我們帶正q是開機 我們才能說這個 用這個連通性 我們才能利用我們的連通性 我們現在想要正q是開機 假設 g a0 不等於 g0 a0 對於某個a0 屬於b 就是 假設它你有a0屬於b 假設你選個a0屬於b 就是呢 你是a0 也屬於這個u嗎 Q嗎 我們選個a0屬於q 那麼就有它不等於它 它們倆 對吧 它是屬於v的 它是屬於v的 好 我們現在呢 因爲什麽呢 as r rn is 它是個豪斯多夫空間 對吧 對吧 對於任意的這個自然數 它N為的歐式空間 它是好斯多夫空間 它 其實你也可以說 你可以更一般的說 度量空間 它是好斯多夫空間 它是好斯多夫空間 然後呢 好斯多夫空間 你兩個不同的點 你就選兩個 交集為空的 各點的領域 對吧 存在 就是存在 然後呢 又因為 G 我們已經有領域了 我們在選一個定義域的這個某一個領域 什麼呀 G V1 屬於 U G V2 屬於 U 對吧 我們現在 V 等於V1 交V2 開機的有線交還是開機 那GV 等於什麼呀 G0V2 抱歉 GV 等於G V1 GV 交V2 等於G V1 交 G V2 G0V 等於G0V1 交 G0V2 G0V2 那麼 我們 看他們兩個的交 他們兩個的交等於什麼呀 你把這移下來 一下來 交一下 對吧 好 我們把這兩個移下來 你看 交的話 就是 它 交它 集合的這個交集並集的運算 它是不僅是交換 它還有 它有交換率 它有分配率 它也有結合率 對吧 那麼它三個定義都有呢 你把這個 你把這個 你看 G V1 交 G0 V2 是屬於什麼呀 U 交 U撇 看這裡 U交U撇是什麼呀 看這裡 是空集 那它一整個就是空集 對吧 GV叫G0V是空集 那是什麼意思呢 GV和G0V在一個集合上 它是空集 也就是什麼 G和G0呢 它在V上是打架的 V 它是Q的字季 根據我們這個集合的定義 A0 A0 抱歉 A0 所以Q也是開集 好 現在V是開集 U也是開集 我們還回到我們剛才這幾個 對吧 我回到我們剛才這一個 我把這一段給 卡貝一下 放到這裡 好 Open 它們都是開集 我們已經整完了 它們是開集了 好 P 交Q是空的 P 非空 那麼 如果 Q也是非空的話 那 B它是不是就是個無交 B它就是不是連通的呢 Violates Our Requirement That B Is Connected 也就是說 Q Q它只能是空 Q Q 是空 Q是空 Q是空 G G0 它在整個B上 是不是都是 取得一樣的值 那這是我們想要的呀 對吧 那這個定理就證完了 對吧 好 那麼 現在 這課的定理已經證完了 我們再看一點 例子 看一點這個 等一下 把這個全屏看書吧 它的例子呢 就是說 看這個函數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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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使得F A B 等於0 然後呢 他們 它的 它的這個 矩增其實就是一個數 一個數 它的 就是一個矩增 只有一個元素 它的DETERMENT就是它本身 就是它的DETERMENT 它的行列是 它的1 2不等於0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局部呢 把X寫成Y的函數 或者把Y寫成X的函數 都一樣 我們假設 我們就把Y當成X的函數吧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這個函數 對吧 就把Y單獨分離出來 但是呢 這個解呢 並不是唯一解 對吧 除非 除非呢 我們把它 把這個 G設成這個連續函數 因為我們 我所說的是存在一個唯一的連續函數 對吧 那麼 就是說 這個函數 這個H的話 你看這個H 它有這個 但是它不是連續的 就是連續函數呢 只有唯一一個 在某一個領域內 你看 它這個它就是連續的 但是這個呢 這邊 跳了 不連續 對 對吧 還有很多 好玩的例子 這個呢 就是說你看 如果 它這個導數等於0的話呢 我們這個定理又失效了 對吧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找得到 它沒有說失效就找不到 它只是說你不失效一定能找到 這個邏輯要搞清楚 那麼我們還是可以找的 那找成一個什麼樣的 就是 它它並不是這個唯一的 對 對吧 如果F 還是這個函數 好 我們大概就稍微了解一下這個隱含數定理 嗯 它就算一個 之前學過的所有定理的一個 一個融合吧 一個 一個黏合怪 對吧 用了很多之前證過的定理 像反而說啊 CR 性啊 CR 負和CR 對吧 那它具體的這個 實際操作呢 就是 就是 另一回事就是 對吧 有什麼F XY 注意一下這個DF DY 其實就是它那個一個這個 矩陣 因為這個什麼Y 它屬於R1 對吧 那麼 這個F DFDY 其實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偏導 並不是這個什麼矩陣 對吧 並不是這個什麼矩陣 它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偏 就是常規意義上的偏導 好 那麼 這個就到此為止吧